258 台灣新生報 大廚齊聚世貿激當台灣好食代美食展17日登場 每日定時開班授課共享聽時未嗅覺多重感受 2015年7月14日交通03記者許智旺台北報導 睽違兩年的2015台灣美食展將從7月17日至7月20日在台北世貿一館盛大登場 邀請國內外廚藝大師高手 一起激當台灣美好食代 交通部觀光局國際組科長鄭奕平作13日表示 今年美食展邀請到多位國內外名廚齊聚一堂 每日定時開班授課 但受限於場地關係名額有限 只要報名參加 就能與國內外大師一起激當創意 共享天國 視覺 味覺如臭覺的多重感受 2015台灣美食展以台灣美好食代為主題 規劃食之藝 食之氣 食之才 食之旅及半首禮五大展區 規模及豐富到更勝以往 其中食之藝的廚藝春秋單元 邀請參加的名廚大師 包含光鎮城 麥桂培等人 更是各個來頭不少 其中 觀光局說 坐落在新加坡以剛鎮城 發文名至名名的法式料理餐廳 雖然僅有35個座位 不僅榮或紐約時報報道 為全世界十大值得專程搭飛機造訪的餐廳 更被列為到新加坡的44個理由之一 這次將以頂尖名廚尋找台灣美為題 與大家分享他心目中正講的台灣好味道 如近來最笨的排隊餐廳莫過於添好運料 主廚麥桂培特別餵了美食展創作新菜式 將店內最受歡迎的四大天王之一 酥皮焗叉燒包改造為有最有台灣美的酥皮三杯雞包 菜單常找不到 只有現場的觀眾才能搶先品嘗 大炎 電源 原本 backs これで 倒楣